昨天受到台湾海峡上空的多方活动 主要是指台独气饮嚣张 美国邀请赖清德访问 解放军战机连续两天绕台湾飞行 而同时美国派出的两架战机在台湾以东撞优 下着敏感时期体现出中美在西泰博弈的大趋势 一、美国习惯利用利益关联区制造乐点 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就可以发现这个策略 而且美国人这种套路应用得非常得心应手 所以我们要预防美国对付俄罗斯的招数 在我们身上体现 美国的信条是我得不到 你也休想得到 那么这个国家的命运只有一个日落 我们要观察美国是否会让台独们将台湾搞乱的可能性 但台湾不同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地方是 台湾不是国家而是一个地区 利益关联性不那么强 除了日本前列关切外 欧洲各国是不热衷于来台湾探浑水 而乌克兰这是欧洲列强强烈利益关联法 都想要的缓冲区 因此台湾问题大概就只能够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 而不能成为北约博弈的中心 所以这也是美国非常忧心卤粉的地方 要搞定台湾 只能够他自己亲自出马 与中国时刻硬碰硬 虽然美国口口声声说 美国如何强大 甚至美国军事高官声称三天击败中国 但那是黑夜吹口哨给自己赚党而已 因此我能量判断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深入试探阶段 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提前摊牌 他美国没这个能力 也没这个胆量 反而烂台湾乱牵制大陆的到可能性大正 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长期目标是激化台海矛盾 打照亚洲版北约 短期是找抓手 因为在美国看来 南海国家不上套不上路 台湾是唯一且是最佳的选择 美国的问题上战略转向慢 而且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美国印太战略含得厉害 但是就连美国最看重的印度山歌都不积极 原因是美国的黑俄历史 特别是军事合作历来是老赖专业服 欺骗得失后原来的承诺马上作废 经常被其他国家驱赶 但就是不走 印度制中心非常强的国家 一旦引来陆势 可能就伸出狼仔子来 所以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是找抓手 特别是南海国家 原来美国看好的菲律宾 现在根本不是美国的菜 只能干等眼了 而且利用越南的行驶也泡摊了 越南去年就宣布 不让国外的军事力量缠住金兰湾 所以美国目前能愿的听话的估计就是是台独分子了 伊拉克菲律宾驱赶美国军事力量 以后应该成为一个趋势 爱好和平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 先起驱赶美军滚蛋滥潮 在台湾问题上 我们的红线是明确的 只要美国的军事力量进入就是菜线 尽管美国采取了一些小动作规避 试探大陆 但从来没有敢公开做事过 如果美国这次准备拿台湾做抓手 我们应该不会错过机会 既然美国战略转变开始 那么周期性的策略就会开始 相关地区从西泰到印度洋 美国都需要重新的调整部署 但要顺利的完成部署非常难 除财力外还需要外部环境 如果其他国家添乱 作为牵制 专门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会更加剧烈 美国在日本海域的真实演练 预示着美国放开日本步骤加快升级 而日本动向就是值得警惕关注的 美国这次与日本军事演习出动了20架军级 日本30多架 这是一场大规模空战的数量 因此这个动作本身就是美国要双动 对日本的观察信号 许多人非常侵蚀日本 这是非常错误的 就像俄罗斯看德国一样 普京从来不敢侵蚀德国 我们必须比俄罗斯重视德国更加重视绿本 这才能够避免未来出错误 上台湾民众们白白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态度分子 甚至是美国 自己的选择当然代价要自己称担 台湾民众需要明白的是 如果美国准备拿台湾做抓手 台湾的命运只有一个只 那 现代国际博弈时已经告诉世了 有时疫情所谓的聪明了 往往会选择世界上最愚蠢的做法 我们看到在当选之后 蔡英文的态度非常嚣张 这将进一步的恶化两岸关系 所以对于台湾地区未来的走向问题 很多民众都非常迷茫和担忧 这也提醒了台湾民众 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如果现在不敢点什么 比如闪接逼迫蔡英文 让她收敛台独 或者苦难的是自己 特别是现在大陆疫情严重 台独当局彻底的让大陆人民寒行 这对台湾来说绝对不是福音 而来武统声音就大 疫情结束后就更大 因为在大陆人民的眼里 任何趁人之危 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都是无耻的 必将会为自己的无耻与无知 付出沉重代价 提醒一下台湾民众 现在如果台独当局 想激化大陆人民的愤怒 不妨试一试 这决定会比一亿斗 更注定是绝路一跳 只能灭亡更快 在大陆人民与新冠疫情 若严肃斗争时 不想台独势力 却趁火打劫 不断地发表 具有两国论含义的分裂言论 摆出加大两岸对抗的姿态 加紧策划台美勾连新动作 借机谋督 不然进行危险的挑衅 其一 蔡英文在2020年单选时 获得817万高票 支持成功联论后 在两岸政策上 发表更激进的言行顺势 在1月15日 接受一枚BBC采访时 更以近乎两国论的说法 抛出震撼当 我们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引起两岸乐意 其二 蔡英文副手赖清德 与2月2日致实力反昧 踏入白宫 在国家乞讨找张会上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副总统彭斯同场 以及座委被安排在会场最前排 种种互动都被台湾内部舆论认为 是台美关系的一种突破象征 其上是台当局借新冠肺炎之际 不断的鼓照加入世卫组织 甚至缓称被排除再晚 影响台湾应对疫情 大陆向世卫组织提供的肺炎疫情 涉台信息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大陆人民团结一致 看击新冠肺炎之际 大陆不忘台湾同胞 春节加帮机运送武汉台商和家属回台 及时的向台湾同胞疫情信息 而台当局继续的禁止居住 湖北等地的大陆民众露台后 2月6日又宣布全面地禁止 大陆人士进入台湾 影响沉面机关 针对台独势力异常活跃氛围 2月9日到10日 我军东部战区 组织海空兵力实施战备巡航 成体系的触动 驱护舰轰炸机 尖机机和预警机等装备 体验多军种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这是大陆今年第二次绕台巡航 也是罕见的连续两绿 距离上一次还不到10天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表示 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 中国军队战备巡航 完全震荡合法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 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战区部队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很显然张春辉的谈话中少了一贯的措施 相反直接的指明了就是针对台独分子 从该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 解放军信念之坚定 决心之冲足 意味之强烈 目标之明确 先说未有空前罕见 这主意说明了解放军绝不容许 蔡英文及一切态度分子胡作废位 自从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表现 实在令人心寒 加上意改本性难移 在民进党的操作下 岛内很多人认为搞分裂没分险 而这样的群体思维已经形成 不动出恐怕是无法打破这种集体思维 也无法让岛内的民众看清 民进党当局营造的假象 由此可以判断 两岸问题武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而合同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小 台当局上上下下就是一片到底 简直毫无人性可言 中国统一是历史趋势 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 区别在于流血还是非流血 最终还是要统一 台独势力干当棋子 与实施以中国人民为敌 走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